我若是想做皇后,哪里还轮得到姐姐,明明是我让你 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公粉黛无颜色,这句话放在赵和德身上最合适不过了 赵飞燕与赵和德是历史上有名的红颜祸水 赵飞燕舞异一绝,尤其擅长跳掌上舞,长相更是倾国倾城 妹妹赵和德虽不如姐姐漂亮,却风情万种,比姐姐多了一丝舞媚风骚 所以也更得汉成帝的喜爱,汉成帝甚至还给他做了一个顶级的豪华浴缸 那么赵和德究竟是靠什么本事迷惑皇上的呢 赵氏姐妹从小就身世凄惨,他们的父亲是一名月宫 在一户人家打工的时候,与其主母思通,这才剩下了两姐妹 因为是私生女,所以他们的父母并不想养育二人 就把他们丢到野外自生自灭去了 谁承想,三天不吃不喝,二人竟然还好好的活着 我们下期再见